這很好吃 很好吃 他把麵線煎到脆脆的 用蛋把它包起來 上面再加和牛 味道很夠 哇真的太好吃了 之前都沒有吃過 哈囉大家好我是DeeNerLin 上一集我們帶土生土長韓國YouTuber 約瑟開箱的台北福華飯店 他覺得真的很高級也很高興 能夠入住這種低調又奢華的房間 還沒去看了可以複習一下 而這集帶大家一起體驗 福華很有名的頂級台菜餐廳 蓬萊春 蓬萊春不僅有各種經典的傳統台菜 也有福華主廚用心創意的新式台菜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哈囉今天怎麼會來吃這個 接著吃什麼塊 啊我們現在人在台北福華大飯店的 福爾莫薩餐廳是台味 經典台菜 你之前有吃過台菜 我不太有這種概念 就是我分不出來什麼叫台菜 什麼叫台灣美食 所以想請教我一下 請教我一下 可是這個我沒有很懂 台菜應該算是招待 就是有重要客人的時候 才會煮這種特別的料理招待 那我們今天吃的是他們期間限定的 鹿兒島和牛饗宴奠餐套餐 除了主廚創作的和牛台菜之外 裡面也包含了菜脯蛋 金鯊魚片等各式傳統台菜 那我們直接開吃吧 這個是梅子番茄 這是我自己做的 這是我們很好吃的一道小魚 青草冰香 還有加一些松子 然後這個的話是白香果 白香果 這個是冬瓜 這是有白香果的 對 大家可以試試 這是紅麴嗎 對 紅麴的溜肉 比較軟的溜肉 嗯 好吃 很香很香 是醬的味道還是肉本身的香味 不知道 對啊 而且我覺得蠻好吃的 好吃 可是這樣吃一吃大概多少錢 其實不知道 應該不便宜 就是有重要客人 才擺動叫經典台菜 如果一般的話就吃小雞 三星橫牛 這粒捲 你有看過這個東西嗎 有啊 有看過這種烤法 但是沒有看過那個料理 和牛就是那個日本的牛種嗎 對 日本的和牛 六包宜蘭的三星蔥 花印子 還有嫩醬 好 先吃那個 好 那你們在家裡也會就這樣吃嗎 不會 不會吧 其實這個算日本的耶 這不算台菜對不對 炙燒這種東西算日本的 那你試試看吧 我來吃一個 他說要趁熱吃啊 肉很嫩 這算生肉對不對 咬到後面都咬不斷 很有嚼勁 我這塊很嫩的耶 沒有什麼嚼勁的 沒有什麼嚼勁的 這一道的話是我們和牛麵線街 今天來主廚做一個狂心 他上面好加了一層蛋 蛋煎的方式跟麵線起作使用 然後最後再搭配和牛 這個給你 謝謝 放這邊 煎麵線 你覺得那個和牛麵 很好吃 就是肉絲也很嫩 韓國人很喜歡吃生肉 生肉片 完全生的 你沒有吃過吧 不敢 這很好吃 很好吃 他把麵線煎到脆脆的 用蛋把它包起來 再加和牛 味道很夠 哇真的太好吃了 這個 真的很好吃 每一樣都太好吃了 都很特別 之前都沒有吃過 吃吃看這個好了 這是他們招待的小菜 這是松子 加這個 韓國這個小魚感 有 這個小魚叫什麼 這叫 無拉魚 台語 韓國也很喜歡吃這個魚 但是不用油 就在鍋裡邊炒邊放 那個叫什麼 是甜味的一種液體 但是很黏的那種 麥芽 對麥芽 用麥芽煎喔 對 沒吃過 所以吃起來很很甜 然後加起來不會這樣散開 那叫什麼 韓文的這個魚 名字就是 就是 小小魚的意思 超級強吃的家常菜 我吃吃看台灣的小魚 這倒是 很脆 嗯 好吃對不對 為什麼這麼脆 很脆啊 它煎很脆 嗯 嗯 很好吃 剛剛那個 廚師的廚藝 不錯 很棒 其實我們台灣人很少吃 吃這種台菜 是嗎 應該是我們 比較年輕人 比較不會吃 都是老一點的人 會比較會吃台菜 都會去吃熱炒 嗯 下一道菜是 金鯊魚片 它魚的種類的話 它是鷹鯽魚 就是我們之前做的輕衣 沙魚不是那個shark吧 不是不是 不是沙魚 金鯊是蛋黃 鹹蛋好了 對 這一層就是鹹蛋黃 okok 因為它以前的做法 是只有比較傳統的 薑絲跟糖醋 金鯊的做法 就是做的創新 皮蛋吃過 皮蛋有吃過 皮蛋敢吃過 就是皮蛋 皮的程度有差別吧 超臭的也有 哦對啊 清臭的 一般的 一般的我敢吃 我不太敢吃皮蛋 太臭的話我不敢 這很好吃 我試試看 你看 它吃起來很Q 嗯 哇 真的好Q 對 好粗就對了 好粗 外面脆脆的時候 然後裡面的那個肉很Q 裡面肉真的很Q 這個我也第一次吃到 你也是嗎 嗯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第一次吃到 嗯 這個比較特別 這道菜也是很經典的台式料 哇 豬肝 豬肝敢敢吃嗎 敢吃啊 我不太敢 今天是吃肝 試試看嗎 口感蠻補修的 其實如果不要說是肝 不知道 哎呦 尾段的那個味道出來 不行 不喜歡嗎 就是它尾段會有那個內臟的味道 有一點那個血的香味 對 我不敢 我很敢 我很喜歡 嗯 它外面的醬味道很夠啊 比韓式的那個豬肝 光有內臟的味道 那我真的不敢吃 再來是我們我們來吃的招牌菜 是菜脯蛋 菜脯蛋 菜脯蛋 這邊有包的 蔥還有菜 菜脯就是蘿蔔乾 韓國有嗎 味道完全不一樣 我們韓國吃的蘿蔔乾是紅的 辣的 裡面是甜的 嗯 這個好吃 嗯 好吃 它的蛋煎到很香 而且它是裡面先用菜脯蛋 外面再用一層蛋把它包起來 做得很好吃耶 它是煎 應該是煎兩次 韓國的話 要去吃吃看韓國的喔 煎肉 肉煎 跟這個味道很像 口感也差不多 可是這是把那個 菜脯換成蛋對不對 不是要換成肉對不對 對 把那個蘿蔔換成蛋 這裡面沒有肉嗎 沒有喔這沒有肉啊 這樣我看看 沒有肉啊那個沒有肉 欸 我應該給你看 沒有肉啊 這樣耶 再吃一塊 喔再吃一塊 我剛剛說的那個是 韓文叫 東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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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跟這個做法我覺得是差不多 我覺得有肉應該比較好吃 嗯 更好吃 請問還有剩下多少個菜呢 就這兩道是最後的 青菜 對 有點飽 很飽 原來的一個青菜 要炒三豬 先吃臭豆腐 好 吃一下 它是炸的嗎 你喜歡臭豆腐嗎 沒有特別喜歡 只是我敢吃而已 吃吃看臭豆腐 很臭喔 會胖嗎 不會 你 你講的話我變得越胖 其實還好 還好 可以啊 還OK OKOK 因為外面沒有吃過的 青菜跟蔥 跟青菜一起的沒有吃過 很脆 它跟一般的脆不一樣 它吃起來會黏黏黏 我這些青菜很喜歡 但是它吃起來不會苦 嗯 不會快 吃起來會苦 多吃一點 嗯 我想吃臭豆腐 等一下我幫你挖好不好 啊不不用不用 一點點就好了 還是不敢吃 不敢吃太多 嗯 你好 你好 餐餐如何 可以嗎 每樣都很好吃 我們的台菜的主廚 都會好吃 可是就是 我們比較不敢吃吃乾的 口感很好 後面的話 那個腥味比較重 因為我們本來自己 都不會吃乾的 我們第一次吃 吃一下水果 也沒有算那個和牛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差不多吃一吃 應該 八千 那我猜七千吧 好 你猜七千 跟你原本 一千七差很多 差不多 差很多 七千跟一千七就是 順序差異而已嘛 要換一下 謝謝 這是什麼 杏仁茶 沒有加粽子 這味道很木松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有一點點 跟 龜皮 像 韓國有一個飲料 叫 應該是水晶果 是用龜皮做的茶 它跟這個味道有點像 郭子優 我們這邊大概吃這樣多少錢 記得初步看 家序好像是五六千塊 差不多啦 就是飯店這樣子 而且你服務很好 就是過來 照顧 對對對 而且還給我們一個 那個 私密的空間 對對對 所以其實你覺得台灣菜太怎麼樣 很好吃很好吃 而且是 如果沒有了你們 就吃不到這些東西 吃得到是可以吃得到 但是了解下去的部分 應該沒有辦法的 沒有人跟你解說 對啊 可是我自己也沒有很懂 無所謂啊 我懂到你的程度就好了 對 好也是 就是台灣人家吃 這樣吃的習慣 可以每天吃嗎 每天的話 我會想念韓國泡菜的 沒關係 我們下一集 就帶你去台中 教我們吃最道地的韓式料理 好 教我們怎麼吃 我陪你們去 鑑定一下 鑑定一下 對 教我們怎麼吃最道地的 然後喝酒的部分也教你們 對對對 大家就繼續看下去 繼續看下去哦 到我的頻道看下影片 好啦 那我們吃一吃到外面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我們就去致 說